看看新闻榜 中也有 自己有人被车撞 李晨和张新宇 李晨和张新宇 我昨天才播他们的新闻 他们两个不是最近说要闹分手还是什么 我觉得也没关系 你看李晨再送一颗新型石不就行了 就挽回了 张新宇在今天发表了一份声明 说自己是个坏女人 李晨也很受伤 到底他们俩现在感情怎么样了呢 只能说李晨兄弟 保重 9月7日石头哥李晨在半夜哭泣 因为他和朋友口中的坏女人张新宇分手了 随后张新宇也在微博上哭泣 直指这些评论对他太过残忍 又是采又是骂的 而今天这位一向高调且爱喊冤的女孩 终于发出了公开声明 我任性不成熟独立要强 这阶段也把重心放在了工作上 最近两年没有结婚的打算 而他成熟 事业稳重 对我很好 而我无法再承受他对我的那种好 我现在给不了他婚姻 我是个坏女人 他是个好男人 简单来看这份声明 看点有两处 首先他强调不想结婚 疑似对方逼婚导致分手 但他自己曾经这样说 什么情况之下会突然结婚 被男友浪漫求婚 对 这个会发生吗 你觉得 我是个还蛮容易被感动的人 那如果是自己爱的人 又感动到了自己 我可能就会闪婚 对 我可能很容易会闪婚 这样的 就比如说 我就可以让我一眼觉得说 我要和他结婚 我真的可能第二天就会很婚姻 就是一个 真的是有一点点 就是 管不出自己的那种人 再说了 李晨真的逼婚了吗 乖啊 有没有确定 是不是目前真的没有 没有 现在都还在 个子都还在忙 其次声明还强调 李晨是好男人 好到让他承受不了 到底有多好呢 此时此刻我也想问一下 欣宇你 你是什么心情 我 其实说实话 我现在心情非常的 忐忑 没关系了 我知道 上天没有给我们一番风顺 但我们选择 风雨兼程 一起努力 曾经如此坚定 如今却分到扬镳 用张欣宇的话说 只因为李晨太好了 哦 原来张欣宇 你喜欢的不是好男人 真有个性 但是坏男人 也不见得你喜欢啊 就在2012年 与吴卓希分手之时 这位女子是这样说的 爱上一个坏男人 会让你活在痛苦纠缠 与委屈中 你的眼泪会让人觉得 你是怨妇 爱上一个好男人 会让你活在微笑与幸福中 而且还会因脸上 时常挂着的微笑 而变得更美丽 2012年6月6日 这一段被大家认为是分手宣言的内容 写得清清楚楚 因为常常接送他 往返香港与内地的吴卓希 很快 让他哭泣 他想寻找好男人 可是一年后找到了给他送石头的好男人李晨 他也哭泣 张欣宇你到底闹哪样 到底什么样的男人适合你 第三者霍建华 人家已经否认了 不过近日网上又流传出 张欣宇李晨分手是因为对旧爱吴卓希不忘的传闻 虽然当事人都没有进行回应 但这也不是没有可能 因为张小姐从来都对自己的口味不确定 好好坏坏 她似乎都爱又都不爱 新闻在线编辑报道 那时候让我打开 请不吝点赞